一粒一休上路之后,冲击台铁的排班制度。 台铁产业工会成员昨天前往了台北车站抗议。 他们表示,在轮班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, 只会把休息时间拉长,工作时数还是一样, 这反而会减少加班费。 因此工会也酝酿,要发起连述活动, 将在春节除夕到出山的这一个期间, 发动依法休假。 告举标语喊口号,台铁产业工会会员上午来到台北车站前表达不满, 因为一粒一休上路后,台铁根本没改变轮班制, 不但工时没下降,海马员工十二小时工时内的休息时间拉高, 从原本的休息一小时拉高为两小时, 借此规避加班费的发放。 延长的休息时间里面,这根本就是虚假的休息时间, 他有跟我讲说休息时间是完整自主的时间, 可是后面有一个诞书,讲说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, 雇主可随时终止你的休息时间, 要你回来待命做事, 请问一下这样子是真正的休息时间吗? 台铁产业工会也说新法上路后, 铁路局主张,只要是连续二十四小时, 就算是一天休假日或立假, 在这个前提下,员工只要一下班就开始计算二十四小时的休息或立假, 造成员工天天出现在车站, 因此要求铁路局要将完整的休假日和立假日还给员工, 并尽速补足人力缺口, 否则不排除春节将依法休假拒绝轮班, 我们认为说既然从上次一直到现在, 入局都没有任何就是诚意协商,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关闭协商大门, 我们就完全朝依法休假来推动, 面对员工的诉求, 铁路局表示, 在不影响旅客权益之下, 尊重工会依法休假, 记者威尔,陈信龙特报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